这班黑衣仔仔一行15人 很多都用连舞外套粒头 穿得好像鱿鱼游戏那班管理员一样 神神秘秘一起出车 搞什么家伙呢 是你啦 江湖速报 话说江湖帮派和合图 锁定目标人物 想挂他出来教训他 这一晚就派15个仔仔 杀入屯门一栋攻下的波楼里尋守 虽然我们就不知道他们想找哪一个 但就知道那间波楼 是新义安猛人肥杰渣奇的 当和合图这15个仔仔 好好当当地拿着长型武器 杀入新义安肥杰那间波楼里 收银的阿叔 即是眼睛睛地望着他们经过 就连看场都只是望着他们 碰行碰过而已 都对的 话该过很流行者裡都是客 clairement weren't they 锁给我的客人都继续擅着锁 锁给我 这15个仔仔 不用40秒 就由进场 便全面推场了 之所以復償得这么快 是因为找不到人啊 然后他们15个就齐齐整整地乘车走 其实这样收场法都未尝不是好事 事关和合图和新二安近牌 为了争走私利益和争女 已经互劈了很多锅了 就在前一天而已 新二安还派了8个刀手 想斩和合图的龙仔 谁知道是怎么挫伤 斩错了性火的人啊 现在和合图去新二安的牌找人砍 虽然就吃白果收场了 但起码都没浪费力砍错人了 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喜欢江湖速报的记住CLS条片 下条片再见啦